游麻地 香港三大旺区之一 在香港电影迷的心中 游麻地与古惑仔不可分离 王家卫导演的望角卡门 这一间主演的九龙兵士 甚至是好莱坞拍摄的宫壳机动队 都是在此取景 作为香港最早发展的地区之一 游麻地有着最地道的香港小吃 最草根的香港文化 以及反差最大的新旧建筑林立在一起 让我们一起来细品一下这个地方的魅力 游麻地红砖屋 建于1895年 曾经是游麻地抽水站的一部分 为香港九龙地区供应石水 后于1911年停用 先后被改用为游局和露宿者之家 2012年完成重建 保留了当时的建筑结构和特色 成为了一街之隔的游麻地戏院的办事处 红砖屋的建筑是典雅的英式风格 高两层 外墙红砖为主 上层建有拱形配花钢沿窗台的回廊 屹立在钢筋水泥的现代化高楼大厦怀抱中 显得特别雅致 游麻地戏院 建于1930年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香港目前唯一一间战前电影院 从营业之初的无声电影 到1935年开始的有声电影 再到60年代的少氏电影 游麻地戏院 见证了香港电影的发展历程 果兰 始建于1913年 很多果兰商铺的招牌 保持着最初的雕刻 有墨色渗透 部分已经斑驳褪色 果兰前身是九龙的传统市场 初期以草棚搭建 直至20至30年代 才开始兴建固定楼房 一二层高的砖石建筑群 逐渐组成现在的样子 整个建筑群背向都市 形成独特的内向空间 作为毅力超过一个世纪的水果批发市场 与精雕细琢的装饰和用料完全相背 呈现出岁月蹉跎的原生态 走进果兰 你可以买到最新鲜的水果 也可以看到百年前的建筑群 油麻地 吸引着每个人来这里发掘属于她自己的故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